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诉他 我的态度很明确 绝对不允许他们俩再走在一起 绝对不允许他们俩成为牺牲品 我也不想看他俩绝日困境 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曾鸿叔就是阿全的老板 为什么不直接撬开曾鸿叔的嘴 这样不就知道 他在大陆的情报来源了吗 怎么撬啊 拿什么撬啊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曾鸿叔就是阿全的老板 咱们现在把他一抓 他都给咱们来死不成人 倒是被动的是咱们 别忘了 现在可是在香港 而且最关键的你知道什么吗 我爸不是说了吗 这姓曾的背景复杂 万一还有上线怎么办呢 咱不就打草惊蛇了呢 所以啊 咱们一定不能轻取妄动 得摸清情况 时机成熟再动手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赶紧干活吧 你快点了 还把你过来 还差了 我看你快点了 咱们 别说了 我看你 这么多更好 对 谢谢 还有 你 这 对 那么 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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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现在怎么办 只好再说了 来 拿着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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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吗呀你 拉脏扯扯的 就这儿 就是这儿 这个是什么赵太太呀 走吧 去哪儿啊 如果都砍了 没什么好东西 走 你可别小瞧这个地方 我在这儿看上了一件明代的大气桥头案 如果是真的 我可就捡上漏了 老板 开架楼上 要是真的的话 那还真是捡着漏了 真的 老先生来了 怎么 还是想看看那家大气案子 对对对 看看看看 这是我的闲职 李老板 你好 那咱们看看 好 里面呢 好 几百年前的大气案子 放到外头了 我心里不踏实 你们看看 明代的这玩意儿 到现在 你看 七年还保存这么好 是 是 稀罕了 是吧 不多见了 您看看 就这个 就这个 走吧 走吧 你一看看呀 新的 你都没走近看一眼就说是新的 您没看落得那么多苍蝇吗 这苍蝇本来就多 隔壁就是谁来市场 那 那苍蝇怎么不落别的东西上 就落这上面 这 您这案子呀 可能真是一好案子 但是我们都是爱干净的人 这苍蝇一路多了吧 你说是不是 来 孙伯伯 信我吗 信 老先生 老先生 刘伯 咱们价钱好商量了 老先生 老先生 来来来 快跟孙伯伯说说 来 说说 说什么呀 就就刚才那事怎么回事 你先喝 你先喝 给我给我 说说 还有点渴 你这孩子 要不用这喝吧 来来来 说说说 快去 那一天 现在的家具 在上期之前 要先打一遍膩子 把表面呢抹平沙隙 过去类似的方法叫劈麻挂灰 这灰呢 就相当于现在这腻子 不同的是 原来是用猪血调制 刚才咱们看这案子呢 为了逼真 确实也按照老方法 披码挂灰来做的 确实也用了猪血来调制 但他们聪明反为聪明误了 你想想 这苍蝇 它闻得见 几百年前的血腥味吗 它要是闻得见 厉害呀 要没有你 伯伯就上当了 孙伯伯 您干这行这么多年了 您当年应该也学过行真学吧 忽略了 忽略了 不是 那这苍蝇对于血腥味的敏感度 您还能不知道 伯伯不是说了 忽略了 忽略了 看来你是 货真价实的文物专家呀 您也甭夸我 我这些也都是跟 北京一姓马的老仙儿学的 人家碰着过 跟咱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事 上当了 那哪能啊 人家可是真正的专家 好孩子 对我来说 你比你爸靠得住啊 来来来 你放到我自己收拾吧 忙你的去吧 我没什么可忙的 我没什么可忙的 你老守着我干什么 我不是有些担心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就是去台湾待两天吗 到了那边 那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地方啊 你哪能够住 放心吧 那边一切都有唐先生安排 唐先生你还信不过啊 妈 哎 你们俩怎么还在收拾啊 该去机场了 我来吧 哎呀 还早着呢 万一飞机飞走了怎么办 放心吧 放心吧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呀 是不是我都突然登崩拜访 把你给瞎着了 还是你根本就不欢迎我呀 都让你说对了 别绕丸子了 找我干什么呀 就是想见见你 和你叙叙旧 好 那我就说实话 那天你说我被共产党给盯上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几天被吓得睡不着觉了吧 那倒不至许 不过我想知道的更多一点 没问题 那你先告诉我 你手里是什么情报啊 商业情报 你啊 千万千万要小心 记住了 每天来个电话 知道了 别啰嗦了 你就放心吧 你回头看看 你回头看看 每天打一个电话啊 黄雨萱 他怎么会在这儿 要是商业情报 你能招惹上他 是吗 原来你说的就是他 他不是退休了吗 算我倒霉 这共产党的鼻子也太差了 好 我说实话 那是一份文件 是中共 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 高层讲话 哪儿来的 来源我自然不会告诉你 我买一下你的情报 包括以后的 你自己花钱 给台湾买情报 你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了 这事儿就用不着你管了 好 不过这一类的文件 只有英国人感兴趣啊 他们掌握了底牌 好和中共讨价还价呀 对于台湾来说 他是一文不值啊 我想让他 通过台湾交给英国人 或者美国人 好用以 提高台湾所谓的国际地位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是为了你的信仰 还是出于你对蒋家的一种愚衷吗 你说呢 好吧 只要价钱合适 情报我卖给谁都无所谓 对 爸 别看了吃饭了啊 快快 姐 你快点我饿死了 来了来了 来来来 看看 尝尝我的手艺 你这手艺不错呀 那当然了 爸 吃饭了 我不饿 爸 爸 是不是昨天晚上 妈妈没来电话呀 你怎么知道的 那你为什么不想吃饭呀 昨天妈没来电话 你听个胡说 你妈呀 在那边挺好的 黄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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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了啊 我又活着吃 你 像个什么样子 被嫩的舞迷三道的 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孙大小姐 你正吃着饭呢 刚吃两口 怎么了 我爸让你过去吃饭呢 什么意思啊 没有 他老人家又弄了俩古董 说非让你过去帮他看一眼 去吧 我都快成你爸的文物鉴定专家了 哪那么多废话呀 去还是不去 去还是不去呀 你求我就去 我求你 我去还不行吗 赶紧走 姐 给你饭给我留着 我晚点回来吃 知道了 你急 你急皮 爸 没那么严重吧 我看他们两个人 还是挺般配的 从表面上看呀 他们俩是很般配 这个我承认 但是孙莎他们家 是很特殊的 我们家也特殊 再加上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 这个事情啊 太复杂了 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怕最终受伤害的 是他们自己 那您也用不着 这么着急反对呀 什么意思啊 慢慢来呀 说不定没有那么严重 这一切不都在改变吗 改变 怎么改变 他孙世安是特务 退了休也是特务 这一辈子都是特务 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有机会啊 也劝劝下药 我怎么说他呀 他也不会听我的 对了爸 要不我们把这个情况 向上面汇报一下 说不定现在形势变了 政策上也会有变化呢 你可别胡赖啊 谁会拿这种事情去找领导啊 爸 你相信命运吗 你相信命运吗 我说不定那些人 也会有什么事 我说不定你 你身边的方法 你不是 你不是 对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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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叔叔好 我先回去了 好 拜拜 走 到此为止啊 什么到此为止啊 别跟武装杀 我警告你 不许和三位再继续这样来往 这 为什么呀 这和工作有关吗 要没关系的话 谁也管不着啊 混战话 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 这干什么的 也得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嘛 私人空间 谁教你的呀 我跟你讲 进了这一行的门 就别想拥有你自己所谓的私人空间 爸 您这可都是老一套老黄历了啊 是啊 我承认我是老黄历 我也承认现在这一切 确实跟以前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说 你拥有自己的空间 并不是让你去跟台湾老头的女儿谈恋爱 尽管他已经退休了也不行 谁说我和他谈恋爱啊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 反正是从今天开始 离他们家远点 小心被孙世安利用 爸 就允许您这么门对门地跟他住着 这非得让我离远点 晓阳 曾龙叔和孙世安 这段时间交往非常密切 这你是知道的 这就说明 这个案子很有可能是有台湾的背景 孙世安在这个案子里 冲到什么角色啊 你知道吗 你啊 给我赶紧清醒你的头脑 好好给我盯着分尸 听到了吗 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 不觉着单调啊 这不是爱好 是工作 在上海解放前呀 轮陷前 轮陷前 好 好 求同存异 四九年以前在上海啊 这个信哥 就是我最好的通讯员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能逮得着他吗 别说这些没意思的事了 找我干什么 我找你过来呀 就是想警告你 别在小杨身上打主意 啊 任何主意 我不管你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哎呀 多心了 多心了 我已经不让小杨和孙梅啊 再这么腻腻歪歪地接触下去了 孙世安 我告诉你啊 你也不要再在他们俩之间做一些 推波助澜的事情了 这对他们不好 你是害了他们 两个孩子有点感情爱你什么事了 当然爱着我的事了 我该管的也得管 而且要及时 陷得越深 痛苦就越深 我说孙世安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们两家之间是不能成为庆家的 你在我心里就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对手 到死都是 是 你呀 真是老糊涂了 你不是总想搞统战吗 咱们两家人连了阴 也算 可以看成是一个很成功的统战形式吗 我就是统战 也不能统战到你那里去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是 现在呀 时代是变了 可是你变了吗 孙世安 你不是还是 效忠台湾吗 你指什么 我指什么你心里清楚 你这个老家伙呀 不但没退休 反而比以前更忙了 谁会相信一个老牌的共党分子 为了继承财产移居香港啊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 我才不管呢 反正我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 你别想把小杨和孙明绑在一起 第二 要有大格局 都什么时代啊 别总是抱着台湾不放手 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你这一辈子就改不了了吗 我就是改不了了 我这辈子就会用这种口气说话 解过ortun рус 说话 出 verde 社会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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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地位高 人民地位高 Beatles 伴侗 Uh micheesa 住一家 америк usual 偷跑了 走掉了 欠过人们大团间 走掉了 进来 老板 刚用到手的 明代的青花瓷盘 我看看 这可是好东西啊 可值大价钱了吧 前年啊 有个合着差不多的青花壶 赔了将近一千万了 放下吧 是好东西吧 那当然了 还剩下的 假的 现在的造假工艺 哪里是你我这种人的眼光 能够看出来的 孙时安也一样 别看他的雅权里 摆了那么多 他也未必识祸 老板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孙时安那儿 有一个和他 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么巧 巧什么巧 这个可是我费了大力气 专门给弄来的 你知道 上次想买咱们行帽的那个人 是哪儿的吧 这个人我后来就没见过了 那个人 是大陆反电谍局的 人家早把咱们给盯上了 害怕了 我也害怕 惹着了大陆的人 咱们所有的生意都别想做了 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脱身 老板 我听您的 办法就是金蝉脱鞘 孙时安是最合适的人选 你去想个办法 把孙时安的青花刺盘 用这个赝品给偷换出来 然后呢 我就出去放分 说孙时安不惜用店里的 名代青花刺盘 从大陆人手里买走了文件 这么多年来 大陆方面太了解他了 绝对会相信的 然后 就让孙时安 帮咱们背这个黑锅吧 你是说 把脏水泼到他身上 我明白了 马上去踩点 不用了 这是他店铺的分布图 我已经替你画好了 大佬 这伯伯看看 这是什么时候的 您是真把我当您的文物鉴定专家了 您是真把我当您的文物鉴定专家了 你小东西 说说吧 买的时候人家怎么说呀 说说吧 说说吧 人家跟我说这是晚清的 说叫杨岚 林大阵 杨岚 孙伯伯 您信我的话 是 真信 那我就跟您说说 这个呀 根本不是什么杨岚 这叫回清 你看 岚的发紫 但不刺木 这也不是什么晚清的动物 这是明代龙庆年前 你 我转了 是不是 转 你瞧瞧 转了 慢点慢点 转了 你转了 姐 你干吗呀 吓我一跳 我们监视的是孙世安 不是她女儿 我知道 孙梅是挺漂亮的好 哥 我呀 我也多看几眼 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爸跟你谈过了 还要爸跟我谈呢 我又不是傻子 小杨 姐知道你喜欢孙梅 我也挺喜欢她的 要是换一种情形 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但是我们的工作性质 确实太特殊了 这回啊 就挺挺巴巴的劝 最起码别那么着急 什么叫别那么着急啊 有些事情啊 是可以靠时间去解决的 你懂吗 姐 我又不明白了 你到底是站哪边的呀 你是站我这边的 还是站老爸那边的 我呀 我站中间 等等等 要交给你了啊 我睡会儿去 水给你倒了 拿走 早点睡啊 快点睡啊 我睡觉了 你不会是想着呢 我睡觉了 你什么事 你会儿过来 你儿子 你不过来 你儿子 我学习 你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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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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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